有位网友过年放了不少窜天猴 感觉其稳定性不足 竖直向上发射 轨迹却经常偏斜 于是将木棍分为三段做成三脚架 经过几次试射 发现这种改进版的窜天猴 能很好的竖直爬升 并根据慢放发现 舰体在上升中伴随旋转 于是网友认为这种火箭 之所以异于垂直爬刀 是由于舰体自转 制造了陀螺稳定力矩 所以稳定性更强 要分析网友的说法 就需要首先研究木棍 是如何让窜天猴保持稳定的 显然在飞行中 它会受到发动机推力和重力 由于木棍粘在发动机的侧面 使舰体重心向木棍轻微偏移 因此即使竖直向上发射 推力和重力也不共线 使火箭出现绕重心旋转的力矩 如果飞行中遇到突风扰动 这两个力也无法形成稳定力矩 所以这种推力不穿过重心的火箭 按理来说应该会在天上转圈 但早在北宋时期 智慧的古人就已知道 绑着木棍的火箭发动机 可以获得足够的纵向径稳定性 因为先贤们发现 无论是发动机推力带来的旋转力矩 还是侧风的扰动 都会推动舰体绕重心偏转 这样火箭轴线就会和迎面气流形成夹角 也就是侧滑角 如此一来 木棍的迎封面就会受到气流冲击 使冲击面的空气静压升高 而被封面由于气流分离 形成了卡门窝街 又是被封面边缘交替的 处于窝街的低压区中 因此侧滑中的窜天猴 会受到压差阻力 这个气动力的合力 作用在舰体中间靠前的位置 称为压力中心 用CP表示 正是此处的气动力 在推动舰体旋转回正 并随着侧滑角减小而减弱 最终与发动机的力矩达到平衡 使舰体稳定到这一姿态 可见纵向力矩平衡的窜天猴 其实是保持着一定的侧滑角飞行 因此竖直向上发射时 偏弦的推力线 会推动火箭向水平方向飘移 而此时的压力中心 也是火箭侧滑角变化时 气动力增量的作用点 成为焦点 如果焦点相对重心越靠后 在扰动中自动回正的力矩就越大 静稳定性就越强 因此用CP到重心的距离 来表征静稳定欲度 据此 古人们想到 用很轻的木棍粘在发动机上 使重心位置尽量靠前 同时木棍的截面最好是方形 这样被封面就能制造较强的窝阶 来获得较大的气动力 同时木棍还要有适当的长度 以便获得足够的纵向静稳定欲度 于是就造出了 我们至今还在燃放的窜天猴 而网友将木棍一分为三 并向外伸展 这造成火箭的焦点前移 从而减小了静稳定欲度 使静稳定性降低 所以遇到侧风扰动时 自行回正的能力有所减弱 上升轨迹出现了更多弯曲 但同时三根木棍圆周分布 又让火箭的重心 更靠近发动机轴线 使推力带来的偏转力矩 进一步减弱 所以飞行的侧滑角更小 因此垂直发射时 水平方向的漂移距离缩短 轨迹更加竖直 同时由于这三条腿安装脚不等 产生了不对称的气动力 使舰体自旋 利用陀螺效应提高了稳定性 但代驾驶产生了更大的阻力 浪费了发动机能量 降低了飞行效率 我想这就是北宋时期的 玩具火箭制造商 不采用该方案的原因